说到香蕉,各位跑友肯定不陌生,对于正在减财期的跑友,它更是成为了你们减肥差中不可缺的一员。 那究竟是如何助力你们的跑步事业呢? 今天就来为大家解答,你究竟会不会选香蕉? 一,观察香蕉的色泽,一般来说,好的香蕉带有金黄光泽,一般市面上的香蕉分为两种,一种是黄色带青,还有一种是黄色带疤。 专家建议先试带斑点的香蕉,这种香蕉已经成熟,并且具有良好的通便功能,对于带青色没有熟透的香蕉,还需要等其熟透后再服用。 因为未成熟的香蕉中含有大量的柔酸,柔酸具有非常强的收敛作用,可以将饭便结成干硬的粪便,从而造成便秘,这样反而无极必反。 二,二看香蕉的形状,过形端正,大而且均匀就是可以服用。 三,用手捏。 跑的香蕉手感比较厚实,而且也不硬,成熟程度刚刚好。 跑前空腹吃香蕉正确吗? 对于很多选跑的跑友来说,跑前他们都会选择先吃一根香蕉来补充能量。 但据专家提出,跑前空腹吃香蕉,并不是正确的做法。 因为香蕉中含有大量的甲、磷、美,对正常的人,尤其是空腹来说,大量摄入甲和美,容易是体内的脑,但失去平衡。 对健康不利,人在空肚次吃香蕉,会使肠胃不适应,会导致腹泻,也许等症状,因此,空腹单独吃香蕉并不可取。 对于本身这容易腹泻的跑友来说,这样也极易造成肠道内心群失调,造成经常腹泻的危险。 那是不是乘跑前就不能吃香蕉了? 当然不是,虽然空腹吃香蕉不正确但是乘跑,前绝不可以不进食就去跑步。 对于上了年纪或体质较为虚弱的跑友来说,这样极易因运动过度造成低血糖,对自身带来伤害。 在进食香蕉时搭配牛奶或者麦片餐包,冲上一小杯,花上五分钟时间,既可以保证接下来的运动精神百倍,也可补充身体能量。 建议对于减肥器的跑友来说,可以选择投资牛奶或者酸奶,尽量选择常温或温热的食物,以免刺激为肠道,造成不适。 跑后补剪,香蕉是首选。 跑后补剪,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 此剪即为减性食物,因为人体运动后体内会释放大量乳酸、磷酸等物质。 这就会让大家觉得身体酸痛、浑身乏力等,正是基于人运动后的身体特征。 运动后不已是酸性食物而是吃一些碱性食物。 如何区别碱性食物? 其实咖啡觉就可辨别。 一般我们服用口味带酸,但水果其本质都为碱性食物。 整类水果含有丰富的甲、辣、钙、酶等微量元素,补充人体所需,而甲在人体运动中流失程度最多。 因此,香蕉则作为首选来为大家跑后补充微量元素,充分调节体内酸碱平衡。 总结,香蕉配跑步好处多多,亦可以持续饱腹感。 香蕉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,葡萄糖、果糖等糖类。 在多种糖类中,葡萄糖最早转化为能量,转化完之后果糖、浙糖、淀粉等一次分解,以补充能量。 因为存在这样的时间差,糖类在被吸收过程中,一直持续提供能量,这样就延长了饥饿的时间。 两所含能量高,香蕉里所含的能量相当于正餐的一半,吃香蕉后吸收快,能量转化快,长时间耐机。 所以很多运动员,也往往把香蕉作为持久力之源。 三糖汁不变,有效燃烧脂肪,有些朋友由于减肥跑步不吃早餐,这样做其实是错误的。 这样些汤汁会下降,食欲反而会增强。 但是如果早上吃香蕉,补充足够能量的话,体温和血压上升,身体会变成活动模式释放能量,从而有效燃烧脂肪,使减肺效果更加显著。 香蕉作为平常在普通不过的食物对朋友来说这是助力的好帮手。 但食物其吃法,其作用用对于用错其效果则千差万别,因此,选择对的吃法才能更加帮助你。 跑步生精并制腰包,使用小清新款,39元密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